下来我们就来做添加什么 文章 那做添加文章之前我们先做谁 我们先做文章地表 文章地表干嘛呀 必须要先干嘛呀 先有 先不说什么排序不排序 你排序干嘛呀 我们先做文章什么 文章地表 那么文章地表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开始做 这个地方是不是跳转到 List的这个地方来了吧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到什么 叫List OK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把这个东西干嘛呀 第二个按你来讲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Stat 是不是整过来 判断它是不是登录啊 现在呢 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就认为它干嘛呀 它就是登录的 它就是合法的 那接下来我们干嘛呀 在这个地方来啊 我就不做 那些东西了啊 这叫做文章地表 OK 那这时候我们写一点点样式啊 写一点点样式 这个东西呢 干嘛呀 主要是干嘛呀 让它什么 稍微好看一点 Size的14片子 那这时候我们写完 写完以后 我别的就不做了啊 别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做 我们直接用个Table来 OK啊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做列表啊 那做列表呢 我 OK 我就不要用Table了 就用更丑的一个东西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拿一个A 这叫做add.pip OK啊 然后呢 添加文章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个更丑的 拿一个来 LI 可以吧 跳着啊 界面不重要 重要的是内涵 能用就行啊 能用就行 那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获取啊 我们首先是不是要获取数据 那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设计一个叫key啊 那这个叫文章呢 什么列表 我们叫做列表的key OK啊 那么列表的key 我们刚才怎么去设计的 列表 是不是就在这 是不是在这 他是怎么去获取啊 是不是就这个key啊 我这样讲 能不能干上 那这是不是就他的key啊 这叫做文章列表key啊 OK 那么文章列表key的话 有了以后 那么接下来 你要怎么去做 啊 同学们 你要怎么去做 你是不是要分页 你说要不要分页 那肯定要分页嘛 我现在就不说分不分吧 就是说你说要不要分页 OK 那首先干嘛呀 咱们要分页啊 首先要分页 那在分页之前呢 我们先要干一件事情 我们先判断干嘛呀 是先要什么 判断可以是否存在 因为你要是不存在的话 他你要直接调用的话 是不是就会报什么异常啊 我们不奢望这个异常的出现 那这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去做呢 啊 怎么去做 我们这时候就来一下 叫做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if if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 不啊 等于一个什么 redis下面的什么 他里面的一个key 啊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得到不好 大家还有印象吧 那这个东西要是真的话 是不是就有啊 那我要问一下大家 取 列表当中的数据 我们怎么去取啊 我们看这个 那么是不是有序集合 是不是有了他呀 那你说取哪一个 你是以最高值 从大到小 还是什么 默认 那是不是随便 你是不是怎么去都行 是不是怎么去都行 我这样讲能不能跟上 可以吧 你是以从大到小 还是从小到大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是干嘛呀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那这时候 我们先不说分不分页的问题 我们现在干嘛呀 先直接取啊 先直接取啊 我们在这里往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api啊 z OK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往来 走力一下 在这里往 他怎么去用的呢 哦在这 能看到啊 在这地方呢 如果说用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想看到 这个分值的话 他是不是告诉我们 怎么去用啊 是不是加个处就等于分值啊 你觉得我要不要分值 我这个不需要分值 我用的是不是rt号 所以说就不速费 我直接干嘛呀 是不是用他就得了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办呢 if 如果说干嘛呀 他要是存在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干嘛呀 date 那么如果说他为真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取他 否则呢 我们就得一个空 那当然这个key干嘛呀 复制一下他 我现在把所有的都取出来 行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到了 那这时候我们 VR什么 dump一下 date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力量干嘛呀 找到list 刷新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空的吗 那这个力量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没有问题 那么别着急 我们这是怎么去做啊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力量来 你先把pip干嘛呀 是不是pip啊 我们先把pip写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for each 那么for each 谁 date are 什么 atom 那么这时候我们一般混编的话 我们一般是这样去写啊 混编的话 我们一般是 是不是这样去写啊 and for each 交账 我们这样去写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以后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上什么 什么 i call dollar atom 那么我们 这个地方的话 你猜测一下 它应该是不是一个宿主啊 那这个地方宿主 我们取 我们是不是就是 这个地方不是取宿主 我们就是rd 是不是就得了 是不是就是rd啊 当然 当然一会儿我们肯定不是取rd 一会儿我们是把它变成什么 我们要的值 明白我的意思吧 现在我们就这样去取 那这时候来我们 一刷新 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 这就对了嘛 我要的就是没有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要的也没有 那这样来我们是不是要点击添加 是不是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 那这时候我们在哪呀 哎 弟弟 那首先 我们把什么给它整过来啊 是不是这三个整过来 那当然add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 你要知道add里面要加哪两个东西 是不是文章 你比老K要加一个 还有个什么东西啊 哈西Key 哈西的Key啊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叫做 自动什么 是不是增长的一个Key啊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干嘛呀 叫rdkey rdkey的话 我们刚才在哪呀 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有设计好啊 所以说设计好的东西 咱们干嘛呀 往这一放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固定的值 那下面这个Key 怎么去得到 那这个Key 得到 还不简单的好吗 我们怎么去得到 是吧 自增长一下 那自增长 咱们是不是有个方法 叫做什么 radius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做 increate OK 咱们在这里往来 不用加buy的 加buy的话 你还要指明干嘛呀 它的步骤 是不是啊 我这个干嘛呀 直接用它 是不是得了 你看 我直接用它 就没得了 它是不是就每次加1啊 所以说干嘛呀 能突然干嘛呀 为什么干嘛呀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谁 是不是自增长的rd啊 那么有了rd以后 hasitkey 我们是不是就是什么 就有了 hasitkey怎么来啊 hasitkey是不是就他呀 我这样讲的干啥吗 那么这时候来 把这个rd变成谁 是不是到了rd 那这时候 你听到讲啊 radius层数据库 你都把kid的全部都整好了 那剩下的干嘛呀 是不是就难度就小了 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你是不是add的话 当然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不着急干嘛呀 是不是整出来啊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记好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自动增长啊 是不是if 如果到了post 里面的title要是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才能进行了表单提交啊 然后我们才做了什么事 啊 这个地方是表示什么post的什么 提交吧 是不是post的提交了 你这个post的提交 我才设计着这个key吧 否则呢 你是不是就不是post提交啊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正好八经的干嘛 添加什么文章嘛 那添加文章 无外乎就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方表单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自己提交给自己 所以说不用写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什么 是post的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为了什么 演示一下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写太多 我们只要加一个东西就行了 加个标题 简单吧 我们不加别的 我们就加个标题 可以吧 OK 开头 OK 那然后呢 我们第二位 那这个地方呢 input的下面的s 那这个叫添加文章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往来 大家看好 我一刷新 文章是不是在这个添加 只要你不要感觉这个很简单 但是我们把覆路整好了以后 他表单无外乎就复杂一点 不复杂一点 是不是就这个道理 明白 OK 因为你沉的时候还不是一样沉吗 你是不是要进行表单验证 然后把人家去沉啊 OK啊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 一切都OK 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冰性表单提交 一提交 是不是到这 一提交 是不是到这 到这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说起 这一步自动增长 我们是不是已经干完了 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向什么 哈希中什么 写数据 速 速这么些 数据 OK 那向哈希中当中写数据 我们当时用什么 Release 还用什么东西来着 HM Set 你不要用什么 HSet 因为HSet 是不是只能单个单个的去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现在干嘛呀 我多整两个 否则干嘛呀 体现不出来 它的什么 B格 DSN 好吧 简介 这东西可以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找到谁 我们找到 刚才说 HMSet 那这时候干嘛呀 有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找到以后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怎么去写 首先是不是这个Key 然后是不是就是这个速度 我让你们跟上吧 来 那对我们这个地方来写的话 怎么去写 首先是一个Key 后面是一个速度 是不是OK了 是不是就写进去了吗 我这样讲 能跟上吧 那这样一写进去以后 接下来我们什么 像什么 像集合中 像什么 结合中 什么 是吧 像有序集合 我们把都写 有序集合中 是吧 要写一条记录 OK 那么有序集合 我们写的话 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ZADD 我们当时是不是叫ZADD啊 是不是ZADD 那么ZADD 它是不是有分值 那么你怕干嘛呀 写错 我们干嘛呀 叫ZADD 什么就有啊 简开它 那这时候 我发现干嘛 怎么写的 Key 分值和Value吧 来 那这时候 ZADD Key Key 我们已经有了 这叫做ListKey 是吧 分值来 我就用RD来 那么层的值来 也叫RD 是不是OK了 可以吗 然后写完成以后 这样来我们干什么 那个 Ready 不是 重点像 跳转 到什么 列表页 那这时候来 我们写个Head 然后我们写了个 Location 然后写上一个 List 点 说P 然后呢 不要往下走了 停 是不是就停了 OK 那这时候 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首先在这个地方 回转一下 这个地方 我写一个什么 AAA 然后呢 写上一个 AAAAAA 是不是就写完了 一点 一 有一出来 那证明了 有没有成功 有一出来了 那这时候干嘛呀 大家来看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个key了 是不是有这个key了 H get 2 我们干嘛 把这个key 干嘛回车一下 有没有title 有没有 那么这时候来 我们Z 是不是Ranger 然后呢 我们找谁 是不是从0 到几 到复1 有没有1 是不是有啊 然后呢 我们再get一个什么 rd靠下面的一个什么 rd 回车 是不是一啊 所以说这三条记录 是不是很轻松的 我们就有了 那下一次 我们再来加一条数据 大家再来干嘛呀 来看一下 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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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车 这时候有几个 两个 那这时候我们先看他 是不是奥了 那这时候再看他 收件条 那么我们这时候干嘛呀 再来看一下 他的数据 是不是也有B了 所以说你说 我们的数据库 是不是就完完全全的 搬到了什么 Redis当中去了 是不是 是这样吗 那这时候我们 所以说你说 Redis最难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把数据库 搬到了Redis当中去 你们说最难的地方在了 是不是就设计K 只要K设计好了以后 你发现干嘛呀 就这个代码干嘛呀 是不是都能写出来 因为他就是死的嘛 往上去写嘛 是不是这样子的 OK啊 那这时候干嘛呀 这时候我们再想一下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好 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12345啊 是不是肯定不对啊 我们应该要的是什么 杨老师 我要的是双身大楼 是吧 那么我应该要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的是 他出现的数据啊 那怎么去出现啊 咱们干嘛呀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 整一个叫做 Value 好吧 他又应该得于干嘛呀 Redis下面 我们取哈希的话 是不是有个get all 刚才我是不是都已经用了 那这个地方的key 咱们去取啊 那这个地方的key 大家看好 这个地方的key 是不是就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到这 然后呢 再点上一个谁 是吧 这么 我这样讲 能不能干嘛 那这个一旦 跟上了完了以后 你说在这些地方来写的话 是不是很简单了 Value 先把写上一个谁 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个是不是title 是不是title 那当然我们是不是 还有个东西叫阿迪啊 那么这个阿迪呢 我刚才失误了 应该干嘛呀 应该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复制一下他 应该是这样去做 OK啊 我刚才是我的一个失误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是吧 阿迪啊 等于一个谁 到了阿迪 是不是把这个阿迪 要沉进去啊 明白吧 这是我刚才的一个失误啊 那但是没关系啊 没有就没有啊 没有 以后面加速就有了啊 那现在干嘛呀 我在这个地方用谁啊 用阿特姆 是不是也可以啊 可以吧 然后点上一个什么 OK 那这时候 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这时候干嘛 我BBB 不是 CCC 这就是Lustle的好处 你前面没有干嘛呀 我现在干嘛 加了阿迪 他也没有问题 他不会没错啊 但是我们刚才 师傅的一个一点 就是我刚才把阿迪问去了 好吧 成本成功 OK 那这样的话 你在后面加个修改 那外户就是把 哈欣里面的某一个值 给他改一改 咱们是不是讲过 哈欣里面改某一个值啊 Hc 是不是可以改某一个值 那么我们删除呢 是不是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啊 叫 D-E-L 我不是删K吗 你这玩意儿肯定删K啊 然后你要知道 删除了这个K 就是把这个哈欣是吧 删掉 那同时你把什么玩意儿要删掉 列表 我这个地方没有列表 我这个地方只有什么 什么集合呀 那在集合当中 你应该找到什么 什么集合当中 也有个删除啊 哪一个 Z-R-E-M 删除 你指定的一个 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我现在是不是把这条基督删掉了 那你这个池子里面 现在还有这条基督的阿迪吧 你要这时候能不能有 要是有的话 是不是出问题了 为什么 基督我的知道没有了 你池子里面还有我 那帮人来找 发现干嘛呀 兄弟找不到 这是不是报警团了 所以说你删除的时候 就要治好了 删几个 删两个 但是你不要 之前有学生算到 胜利不对 你咱们刚才不是 还有资订长阿迪吗 咱们那个资订长阿迪 还要减个一 我说你只是要想疯 你知道吗 那个不要给 知道吧 就像我们在数据库里面 你放在资订长阿迪 你把数据库删了 他资订长阿迪 没有跟你说变成你吧 你没有被变成减个一 两个干嘛呀 咱们继续来吧 是不是始终往后走啊 可以吗 可以吗 那这就是我们啊 所讲的一个叫做 文章 管理 OK啊 那再让我在这个地方 干嘛呀 没有给大家截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 代码的形式给大家的 行吗 可以吗 OK 记得 我呢 我这也没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